歡迎杰勒師傅 杰勒師傅今天帶來是 超審吃雁柯菜 因為呢 Kent他沒有來過 他不知道這邊 五分鐘做雁柯菜的可能性 有多大 大概就是你 但他做的是雁柯菜 太狠了 今天用的是什麼部位 壓飛力 壓柳的部分 菜名叫做 收入金醬壓柳 對 就像金醬肉絲 金醬肉絲 我們拿了鴨來做它的金 沒錯 沒錯 眼睛比較眨 請相信你所看到的 收入金 計時開始 那這個部位說真的就是 在市面上比較少見 是湊那麼多也不太容易 你說這麼多 一個鴨兩條 它這樣子有很多鴨 一隻鴨才兩條而已 那它多一條 你看這邊要幾隻鴨 對 那還是要滑油吧對不對 要滑油 必須要滑油 180 到了 好的 謝謝 太精準了 不愧是炸王 炸王 炸王 醬油 蒜碎 然後這邊 Johnny 滾一點這個松霧醬進來 念炸四聲 只能放在爆炸炸彈 滾一點這個 煎炸 太美粉 抓煙的抓了些什麼 這邊 剛剛你再口氣說一遍 鹽巴 胡椒 醬油 米酒 然後松霧油 蒜碎 Johnny 好 抓煙完了以後 這邊呢 我們就進來 堅強勇敢的下 把它剝開 快速的剝開 那這個壓柳呢 縮著它熟成的速度 這樣一下下就可以了 一下下就可以了 這樣它就五分熟了 不可以讓它熟了 這樣就五分熟了 對 這個狀態之下 不可以讓它 油會到180了 是的 那一下就很快 我這邊會準備的 風起來 前面醬的部分 把它炒開 香氣會出來 自然的會出來 看一下 是糖 沒錯 什麼效果 它都加錯了 壓柳進來 生根才能油溫上來 它會有溫度在身上 所以它會繼續熟 有沒有 有煞的感覺 好香 對 我補紹金酒進來 給它一點醬油 好香喔 這樣就已經洗杯熟了 直接炒兩分鐘 然後我們這裡松霧醬補進來 大概兩大匙的松霧醬 這樣 缺帶喔 好像有什麼喔 這邊呢 因為是鴨的主題 我做了這個 小鴨子套型的烤土司 自己雕刻的嗎 對 手刻 我們今天吃金醬 所以一定要備一點 小黃瓜絲跟蔥絲 不敵 這個好吃 那個鴨子可以給我兩隻嗎 那有什麼問題 帶回去給它飽 謝謝 必須 大薯最後一分鐘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鴨柳 給它鋪上去 杰瑞的蔬果雕 真的做得滿好的 很厲害 那這個鴨柳呢 必須讓它維持在七分 七分熟 所以我剛剛在整個炸的過程當中 大概只有五 炸的過程當中 只有五分間喔 五分間 心好累 人生好難 最後我準備要完成囉 不然 現在講話要特別的小心 來不及喔 把小鴨給擺上去 天啊 好可愛 好了 我們的 素金醬鴨 兩塊錢 好痛的一道菜 來 吃一下 這好Q 好殘忍 謝謝 你先吃 謝謝 你先 好辣 好殘忍 鴨肉好軟 如果有剩的話可以 不可能會有剩的 好滅喔 好吃喔 酥心的香味好滅 好滅喔 酥心的很香 然後再融入 融入了那個松露醬的感覺 那個味道進去 最肉的時候真好吃 真的 很好吃喔 鴨肉如果都長這樣的話 大概每個人都想吃了 現在就想了 那個處理方式很好 這懲罰滿硬的 很硬喔 就是要看別人吃 好好吃喔 好不好 來 拍手 拍我們下去 C'mon Allez C'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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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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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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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